大家好,今天没啥事,董哥给大家聊聊这个 有很多粉丝在给董哥私信和留言 说这个数据恢复好学吗? 我可以告诉大家说 好学,看个人的悟性 这个东西呢,你说怎么成为大师啊 或者是成功率啊 这都需要你慢慢在工作当中 然后慢慢吸取经验和那什么 比方说开盘 可能说开盘也有很多技巧的 有的人一开他就坏了 为什么呢? 可能你细节没注意到 如果你细心一点 然后多看 多学习 然后多动手 你的技术越来越高 越来越 有可能你说十块盘 有八块盘 就能恢复 因为数据恢复的行业不能说百分之百恢复吧 但是机械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现在固态吧 这个成功率低一些 那也有百分之三十左右 怎么说呢? 你要想学这个第一 你要热爱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都说是暴力 我没感觉是暴力啊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比上班强一些 要是想学呢 月收入两三万 应该问题还是不大的 但是太高的话 就看你的技术了 因为这个行业有一个规矩就是说 你把人家的数据恢复出来 才能收到钱的 恢复不出来是收不到钱的 所以说这个纯是技术吃饭的 也有很难做 应该董哥做了十几年这个行业 对这行业的了解吧 就是说 也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恢复了啊 因为还是技术啊 这东西更新速度也快 特别现在越大的硬盘 损坏率越高 但是成功率也不很高 而且呢 这个主要成功率低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大盘的质量有点太差了 一旦刺头损坏 它就会磨盘 一磨盘 盘面又划伤 这种数据做起来很难 而且费用也比较高 你一个8T的硬盘 成本价都1000来块钱 你可能这一块坏盘的话 你可能用两个刺头 这成本就1600就没了 所以说盘越大 风险越大 这个成功率也低 不像我们小盘的话 可以说开两个三个盘 成本很低 是吧 两三百块钱 就能一个刺头就解决了 而且原来的老盘嘛 这个盘片质量 也比现在的盘片的质量 很好 如果喜欢这行业的 可以跟董哥好好聊聊 沟通一下 做同行的也可以 我们技术交流 都没问题的 如果想学了 董哥这边也有一些资料 可以留言转发 完了 董哥发给你都可以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 就是给大家先聊一下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